如果你真的很不爽的话 你就对内就这样想 我不会在节目一直让你们团结 团结的时候团结讲到后面 都觉得自己都讲的很假掰 团什么结 你就把他想说朱立伦 你就盯着朱立伦 你明年的选举如果选不好的话 你就等着下台吧 我们那个影片都把它录起来 好不好 啊这样听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上个礼拜哈 就是大家想要选的 那一个人就选输了 我老大礼拜六都已经准备好 要唱什么歌了 而且还在家里这边练唱 一心就想说一定会赢的啊 谁知道开票就输了 或者想说晚上八点不用开直播 老大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还是要客套的讲一下 我们目标还是骂民进党 我们不要花太大的心力 在讲国民党選与这件事 当然老大也不会说 逼着你哦不要讲不要讲啊 还是要发泄一下啊 我也不知道朱立伦竟然可以冲那么多票 基本派系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有很多人说 支持张亚中的很多都不是党员 要加入也来不及加入了 我们真的已经连输好几次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我们唯一赢的就罢免王浩宇而已 第一个韩国瑜总统选输 然后第二个韩国瑜被罢免 接下来是罢免王浩宇 我们赢了 然后接下来罢免黄姐也输了 然后接下来那个党主席也没有赢 就怎么一路输到这样子啊 有发现了 对啊我们唯一就是王浩宇 原来王浩宇在我们心中那么的重要 我记得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也是选输的 只是说想不到朱立伦 就是以排名来讲最不想要让他中的 结果他竟然中了 客套的还是要讲一下 我们想要支持的人选输了 当然心情会不好 但有时要想一下 再怎么讲 这也是一个国民党内部的选举 重点我们是要再对付民进党 那当然会有人说 要团结要团结 我觉得这时候讲团结 我过于太假掰了 因为这时候 有时候说团结啊 我知道很多的频道都说团结 打民进党 老大会留一个区块 让你们发泄一下 毕竟支持的人没有选中 大家多少都会不爽 但老大好想讲的是 这场选举对外我们持续打民进党 那对内对内就是在野党 或是国民党 就是新的党主席朱立伦 我们对内我们检视国民党的成绩单 好不好如果你觉得没有用了啦 国民党没有效啊 怎么给朱立伦 怎样之类之类的 如果你不满国民党 没关系 敢说出来的党主席承诺 我们好好的来逼他拿出来 朱立伦在参选 国民党党主席 有说几个承诺 他说要赢回2022 就是明年的选举 他要赢回来 目标是16席 然后六都要过半 如果这两个承诺没有达到的话 他要请辞党主席 所以这个对内的成绩单 我们就好好的来检测 如果你真的很不爽的话 你就对内就这样想就好了 你这样了解老大 老大的概念是这样过去了啦 我不会在节目一直让你们团结 团结的时候团结讲到后面 都觉得自己都讲得很假掰 团什么结 你就把他想说朱立伦 你就盯着朱立伦 你明年的选举如果选不好的话 你就等着下台吧 我们那个影片都把它录起来好不好 这样听完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对外我们就持续嘲笑民进党好不好 你觉得老大讲了这一段 你觉得心情有好一点的打5好不好 把90%的力对民进党 这样就好了 没有的打什么 没有的不用打啦 哈哈哈哈 好那最后再用这张图啦 做总结是最好的啦 就是他都可以冷气吞声入罪了 那你们还在不团结什么呢 你们还在心情不好什么呢 先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所以国民党也不用说团结来 团结太假掰了 我们就说这件事就过去拉 都过去了